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这里是喜马奖书 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 副标题是放眼全球的深度透视 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发端于18世纪的英国 它是以新能源煤炭和机械化替代人力的生产力革命 李顿介长期以来强调 是技术层面的变革推动了社会的繁荣 而本书揭示了一个不同的路径 英国持续的高工资促进了工业革命的爆发 本书作者罗伯特·艾伦是牛津大学的经济史教授 他从全球的视角对比了工业革命前夕 英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能源价格和人力成本 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 工业革命只可能发端于英国 因为只有英国的资本家有动力投资新技术的研发 以机械化生产替代昂贵的人力 而蒸汽机、焦炉、冶铁等技术在运用初期 都需要大量消耗煤炭 恰好英国的煤炭价格低廉 让这些高能耗的技术得以推广 下面我将分三个部分 进一步为你揭秘工业革命爆发的逻辑 第一部分 英国的高工资为什么可以持续 第二部分 英国的煤炭工业是如何兴起的 第三部分 煤炭是如何引爆工业革命的 先来讲第一部分 英国的高工资为什么可以持续 工业革命爆发于18世纪中叶 但英国经济的繁荣 工资增长却是从16世纪初开始的 持续了200多年 当时英国的经济有多繁荣 工资有多高呢 首先作者给出了一组数据 对比了从14世纪到19世纪近500年内 东西方各国首都建筑工人的工资 这些地区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工资最低的印度德里 以白银计价 该地区的日新在一克到两克之间波动 第二类是欧亚大陆 如奥地利维也纳和中国北京 日新大多在四克左右波动 随着人口的增长 工资呈缓慢下降趋势 到19世纪初 日新维持三克白银左右 人口停止增长 第三类是阿姆斯特丹 从16世纪到17世纪 随着人口增长 工资加速增长到日新8克白银 之后200年增长趋于平缓 第四类是英国伦敦 最初增长速度与阿姆斯特丹并驾齐驱 当阿姆斯特丹停滞后 英国又高速增长了200年 日新达到18克白银 足足又增长了一倍 从作者收集的其他资料 也反映出相同的趋势 其中 19世纪初 英国社会各方面的经济活动数据 可以更加直观地呈现出 英国民众高工资的生活全貌 这里主要介绍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生活开销占比 比例越低 说明民众越富裕 有更多的余钱 消费其他非生活必需品 考虑到世界各地饮食的差异 作者详细列出了一个 最低生活标准的清单 再计算生活开销与工资的占比 英国人在18世纪初 民众仅需花费四分之一的收入 就可以维持温饱 而欧亚大陆大多数国家 从二分之一不断提高到百分之百 这说明欧亚大陆的民众 花费了所有收入来填饱肚子 即使在18世纪末 英国股物价格飞涨的时代 一个普通劳动者 仍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 当时的一本调查录 《穷人之国》记载 一个园艺工人 一天收入30便士 可以养活妻子和四个年幼的子女 一家人每天可以吃四分之一个白面包 大约半斤肉 少量的奶油 啤酒 茶叶 以及蔗糖 第二个方面 是教育投入 通过考察大量签名信息 英国大部分工人都能亲笔签名 这说明从16世纪起 英国民众普遍接受了一定的教育 以前面提到的园丁为例 他每周在子女教育上要花费六个便士 而早在15世纪末 英国的绅士阶层还不会做加减法计算 直到16世纪 欧洲大陆民众的十字率和中世纪没有什么区别 第三个方面是遗产 不同阶层的购买力 还可以从遗产中体现出来 作者引用了历史学家的研究 1675年至1725年 这50年间 英国人遗嘱清单上的变化 其中 工人阶级中收入最高的熟练技术工人 可以买得起新潮商品和进口货 例如 钟表 卷轴化 陶器 对于工业革命前夕英国的高工资社会状况 有了大致的了解 接下来就有两个疑问 一是 为什么英国人的工资这么高呢 二是 为什么英国人的高工资可以持续呢 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英国人的工资这么高 主要的原因 是毛纺织品的出口给英国人带来了大量财富 早在中世纪 毛纺织业的中心在地中海的意大利地区 毛纺织业造就了繁荣的商业城市 如威尼斯 佛罗伦萨等 而英国只能出口原材料羊毛和低端的厚重宽幅布料 那么毛纺织业贸易的中心是怎么转移到英国的呢 首先使英国的羊毛更优质 这要从黑死病说起 1347年 黑死病席卷欧洲 人口减少2500万 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当属意大利 其中佛罗伦萨80%的人口死于黑死病 而英国也不能幸免 黑死病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当疫情结束后 欧洲大陆人口复苏 英国人口却恢复慢了很多 此前用于种粮食的土地 纷纷纷改种牧草 特别是英格兰中部地区 大片优质土地被开垦为草场 优质土地长出来的牧草营养更充分 羊群吃了以后羊毛越长越长 这种羊毛更适合用来加工金房毛料 其次是英国上调了羊毛出口的税率 如果贸易商直接出口羊毛原材料 英国政府将收取占价款三分之一的税收 贸易商不得不在英国国内 把羊毛加工成金房毛料再出口 最后是殖民主义和重商主义大行其道 虽然欧洲各国都成立了专营公司 争夺印度和中国的市场 但对于专属的殖民地 各宗主国都采取了贸易保护措施 仅允许本国商人开展对殖民地的贸易 英国从17世纪开始进行海外殖民活动 到18世纪英国控制了大量殖民地 为英国的金房毛料打开了海外市场 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英国人的高工资可以持续 从人口和工资的波动趋势中可以看出 随着城市人口的聚集分工细化 整个社会的效率将进一步提升 有利于产业在国际上竞争 而制约城市人口聚集的瓶颈在于农业生产效率 当农业生产效率低下时 城市人口越多农产品随之涨价 将促使人口向农村回流 当时世界上主要国家首都地区都符合这一规律 只有英国和荷兰走出了不同的趋势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率先完成了农业革命 以英国为例 农业革命大致经历了三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是羊毛需求大增 开荒动力更强劲 整个18世纪 有800万英亩荒地被开辟为牧场 相当于英格兰国土的四分之一 在英格兰北部 由于利润的驱使 牧场的小狮子都被清理出来 更有利于牧草生长 第二个过程是小麦母产量提高 由于城市工资增长 肉类消费增加 为了饲养更多牲畜 农民扩大了豌豆、蚕豆等 豆科类植物的种植 豆科类植物可以为牲畜提供蛋白质 同时还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豆科植物具有较强的固氮作用 能吸收空气中的氮元素 并留在土壤中 这个过程虽然缓慢 但经过上百年的积累 小麦的产量明显提高 加上优良种子的选择等因素 到18世纪初 小麦的母产量增长了近50% 养活了更多的城市人口 第三个过程是农村出现圈地运动 大农场的生产方式出现 如果说小麦产量提高是无意识的行为 那么大农场的生产方式 就是主动地提高农作物的产量 大块土地被地主用于农业实验 一是新作物的驯化 二是土地的轮坐实验 从18世纪初 经过20年的实验 地主们逐渐摸索出了最佳的轮坐方式 而更做小块土地的农户也不甘示弱 他们收购进城农户遗留下来的土地 并联合附近的农户 开辟出实验田 与地主互相追赶农作物产量 经过农业革命后的英国 粮食价格平稳 城市人口进一步增长 为毛纺织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人口 在产业竞争中 占得先机 高工资现象得以持续 讲完了英国持续高工资的原因 接下来进入第二部分 英国的煤炭工业是如何兴起的 在工业革命之前 煤炭和其他燃料一样 最先被应用于取暖 中世纪以前 几乎所有国家取暖的材料都是木炭 由于在把木材烧制成木炭的过程中 已经去除了杂质 居民家中用木炭取暖时 是不产生二氧化碳 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的 但随着人口的增长 木炭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 相比于欧洲国家 英国的森林资源匮乏 同时受制于木材的生长周期 木炭的供应量有限 据估算 1700年工业革命前夕 英国木材的年产量 所能提供的热能 仅相当于200万吨煤炭 而当年的能源需求 相当于500万吨煤炭 木材远不能满足英国的需求 因此木材的价格 随着伦敦城市化的进程 一路上涨 整个16世纪 价格上涨50% 17世纪上半叶 更是翻倍上涨 与先前的工资上涨几乎同步 此时煤炭作为一种已知的燃料 并没有被大规模应用于家用能源 仅用于少数几个行业 如石灰烧制业和打铁业 价格也一直平稳 因为煤炭燃烧时会产生大量的烟尘 无烟煤也还没有登上舞台 在中世纪的英国 建筑结构大多是低矮的炉塘 并不适合烧煤取暖 因此煤炭要取代木炭 首先要解决烟尘的排放问题 好在一切的条件都具备 让煤炭工业化首先诞生在了英国 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 木炭价格飞涨 让新能源的探索有利可图 17世纪50年代 木炭与煤炭的价差 从两倍快速上涨到四倍 巨大的价差 可以覆盖新式烟囱的设计成本 伦敦城各行业 如陶瓷工房 面包工房 只有烧煤足够经济 业主就会有更改房屋设计的意愿 第二 伦敦城的繁荣 催生了大量新式建筑 让新能源有做实验的场所 16至17世纪 伦敦城迅猛扩张 大量新房拔地而起 庞大的市场 养活了大量工程人员 他们可以相互学习竞争 当有人设计出一款排烟效果 更好的新式烟囱后 同行迅速模仿 改进自己的设计 这是煤炭产地 所不具备的条件 煤炭产地地处英格兰中西部 东北部 人口分散 也没有多少新建房屋 第三 运河解决了长途运输问题 英格兰中西部 威尔士等地区的煤炭产量 占到了总产量的一半 但内陆运输成本高 从煤炭产地到伦敦的运输 需要大量运河的建设 其间不得不侵占私有土地 1688年的光荣革命 英国确立议会至上的原则 英国的行政效率大大提高 运河得以快速修建 降低了煤炭的运输成本 保障了伦敦的煤炭供应 反观欧洲大陆的法国 则过分保护私有产权 公共设施难以兴建 例如 普罗旺斯地区 一个水利灌溉项目 由于地主们的起诉 工程不得不停工 法国要达到英国的行政效率 要等到100多年后的 法国大革命 相比之下 17世纪初 还能与英国同步繁荣的荷兰 由于没有发展出 自己的煤炭工业 缺少了工业革命 所必须的必要条件 原因有三点 第一 荷兰木炭价格上涨后 有泥炭作为补充能源 泥炭是煤炭的早期形态 主要分布在沼泽地 由于荷兰地处西北欧低地 境内沼泽众多 泥炭储量丰富 在木炭不足以支撑人口增长后 泥炭成为了主要的替代能源 第二 泥炭起到了平易木炭价格的作用 但不足以支撑进一步的城市化 由于泥炭的分布遍布荷兰 各地的价格相差不大 商人没有动力把各地泥炭集中销往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只能消耗就近的泥炭 限制了城市规模的扩大 而英国的煤炭则不同 东北部纽卡斯尔的煤价只有伦敦城的一半 走海运商人是有利可图的 第三 内陆煤炭运输成本高 荷兰阿姆斯特丹地处莱茵河入海口 莱茵河沿岸也有德国卢尔工业区等煤产地 荷兰本可以形成像英国伦敦和中西部煤炭工业一样的格局 但由于莱茵和刘裕分属不同的割据政权 煤炭在运输过程中要交纳层层关税 失去了与泥炭竞争的优势 等到英国大规模开采纽卡斯尔地区的煤矿时 阿姆斯特丹已不可能发展起自己的煤炭工业了 因为纽卡斯尔产的煤走海运到伦敦和阿姆斯特丹 价格相差无几 至此 工业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 高工资和低价煤炭就只剩下英国具备了 最后 我们进入第三部分 煤炭是如何引爆工业革命的 到18世纪初 煤炭已经广泛应用于家庭取暖 英国人开始尝试将煤炭用于蒸汽机的燃料 以及野铁工业的原料 但在其中也遇到了技术瓶颈 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是早期蒸汽机耗煤量太大 限制了它的使用范围 蒸汽机的诞生 要追溯到17世纪 1655年 德国人奥托冯果利克 用真空气缸实验 证明了可以利用大气压力来做工 根据这一原理 1712年 托马斯·纽卡门 用冷水为气缸中的水蒸汽降温 作为制造真空的手段 制造出了第一台可用于煤矿抽水的蒸汽机 但早期的蒸汽机是耗煤大库 每输出一马力 每小时的耗煤量 大约45磅 蒸汽机的高能耗 限制了它的应用范围 好在矿井坑口的煤炭部之前 用蒸汽机抽水是划算的 到了18世纪中后期 蒸汽机的抽水技术 已经推广到整个欧洲的煤矿 但蒸汽机被大规模应用于其他工业部门 必须要等到耗煤量降低到成本可接受的范围 那么蒸汽机的耗煤量是如何降低的呢 首先是詹姆斯·瓦特改良了蒸汽机 早在1763年 瓦特就开始参与维修制造牛卡门式蒸汽机 多年的观察摸索 他发现牛卡门式蒸汽机存在着重大的能源浪费 用冷水来冷却气缸中的水蒸汽 同时也把气缸的温度降低了 等到再向气缸注入水蒸汽时 又要把气缸加热到原来的温度 耗能巨大 瓦特思考一个问题 有没有办法将气缸中的高温水蒸汽 导入到另一个气缸中单独冷却 气缸就能保持原来的温度呢 根据这个思路 1765年瓦特制造出了分离式冷凝器 将耗煤量降低了一半 此时蒸汽机已经可以应用到别的工业门类 比如英格兰西南部康乌尔的金属矿业 远离煤炭产区 已经能接受瓦特式蒸汽机的能耗 之后的几年 瓦特重新设计了阀门的开合方式 高温水蒸汽可以从气缸两端交替进入气缸 这样活塞往返运动都可以提供动力 其次 1800年 理查德·特里维希克 用高压锅炉预先给水蒸汽加压 制造出了高压蒸汽机 高压蒸汽机有两个优势 一是凭借水蒸汽自身的压力 就可以推动气缸活塞做工 耗煤量更低 二是动力迅猛 可以带动更重的物体运动 经过一系列改进 高压蒸汽机又经历了气压平衡阀 复合式气缸等创新 耗煤量已经降低至一磅 是最早期扭卡门式蒸汽机的四十五分之一 强劲的动力和低能耗 让蒸汽机广泛应用于铁路航运业 煤炭作为燃料 终于扩散到其他工业部门 接下来看第二个方面 煤炭作为冶铁工业原料 也遇到了技术瓶颈 工业革命的一项重要指标 是钢铁产量 它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 只有大量的钢铁 才能让一个国家普及机械化的生产方式 传统的冶铁技术采用木炭 木炭燃烧后产生的一氧化碳和氢气 还原铁矿石中的含铁化合物 从而得到生铁 但是英国森林资源匮乏 要想大规模生产钢铁 必须用煤炭替代木炭 煤炭相比于木炭 最大的缺陷在于含流量太高 用煤炭出来的生铁钉 没办法进一步精炼成熟铁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1712年亚伯拉罕·达比 发明了焦炉野铁技术 它采用焦炭作为燃料 经过预处理的煤炭成了焦炭 杂质被分离出来 但焦炉野铁的产量 仅有木炭的一半 焦炉野铁的产量是如何提高的呢 首先是焦炉技术的改进 经过二十多年的摸索 直到1735年 达比为焦炉设计了回动式鼓风炉 吹入更多空气 焦炭野铁的产量才赶上了木炭 其次是技术的相互促进 由于早期的鼓风炉的动力靠水力 枯水期无法运转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有的企业加装了一套马拉抽水机械 把下游的水重新抽回到焦炉上游 到了1742年 该企业改用牛卡门式蒸汽机来完成抽水工作 季节性的影响被消除 又比如 早期野铁厂内铺设了木制轨道 方便各生产部门之间运送原材料 随着生铁产量的提高 野铁厂逐渐把木制轨道换成了坚固耐用的铁轨 随后起重机械也应用于野铁业 野铁厂的故宫量减少了 成本大大降低 最后又经过100年不断的改进 热鼓风技术 高温气体回收技术相继被应用于焦炉野铁 炉糖可以达到更高的温度 而耗煤量越来越低 到了1850年 一座野铁炉的年产量 已经可以达到4600吨 焦炉野铁技术终于成熟 产量远超木炭野铁 相比之下 由于早期耗煤量高 焦炉野铁技术在欧洲的普及就要晚得多 例如法国森林资源丰富 木炭价格在可承受范围内 投资者没有更新技术的动力 普及焦炉野铁 要等到英国人把焦炉野铁的成本降下来 这已经是100年以后了 煤炭燃烧效率的提升 和钢铁产量的爆发 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首先是生产力大幅提高 机械化生产被应用到了更多的行业 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 比如到了19世纪30年代 由于仿砂机械的广泛应用 棉砂的价格已降到工业革命初期的四分之一 其次是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 早期的铁轨仅用于煤矿和炼铁厂内部运输 19世纪初 特里西维克发明了以高压蒸汽机为动力的火车 铁轨开始在全英国推广 并结成网络 火车让英国人的交流更加频繁 最后工业化改变了世界 远洋船队由帆船逐渐升级到蒸汽轮船 航运不再受锋利的限制 英国成为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船队国家 至优价廉的工业品向全世界扩散 讲到这里 这本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到了尾声 我们再来简单回顾一下本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的核心观点是 以煤、铁、纺织机械化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只可能发生在高工资且煤炭价格便宜的英国 第一部分 我们讲了英国持续高工资的主要原因 是英国和荷兰相继爆发了农业革命 可以养活更多的手工业者 打败了西欧其他国家的毛纺之业 第二部分 我们讲了由于英国的森林资源相比西欧匮乏 煤炭资源更加丰富 而伦敦的繁荣促使英国采用了煤炭 作为居民的采暖原料 也正是这个原因 伦敦可以聚集更多的人口 分工进一步分化 工资相比于荷兰阿姆斯特丹 进一步地提高 第三部分讲了 煤炭需求的激增 促使从业者发明蒸汽机来为煤矿抽水 经过不断地改良 蒸汽机的应用逐渐扩散到其他工业部门 而工业革命中最重要的野铁业也得益于煤炭的提炼和焦炉技术的改良 各行业在相互促进中不断地降低能耗 煤与铁的广泛应用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 爆发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飞跃 此后不断有后发的国家完成工业化 他们都遵循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经验 从纺织业起步 再到基础设施建设 装备制造业 最后将工业化扩散到整个社会 而不同的是 不断有新的能源被后发工业国利用 比如后来的石油、核能 再到现在的清洁能源 能源利用的效率也在竞争中不断提高 因率先完成工业革命而强大的英国 也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道理 谁能找到利用新能源的办法 降低能耗并广泛使用 谁就能在国际竞争中占得先机 好 这本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 就为你解读到这儿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点赞 点赞 你走吧 感谢观看